那么通过这个对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否定辩证法的改造 可以说他完成了他的全部的这样一个 对德国哲学的改造 也是自己的这样一个思维建构 所以他就提出了实践维吾主义的理论原则 提出了实践维吾主义的理论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呢 所有实践维吾主义的理论原则 是以提纲的形式 提纲的形式 临住在马克思生前 没有发表过的关于菲尔巴哈的提纲中 翻译菲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去世以后 马克思并没有发表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笔记本里面写下来 对自己思想的一个开阔 就是认述的一个原则的一个开阔 后来这个提纲呢 移植到1888年 就是恩格斯在写这个 路德维希菲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时候 那么发现了这样一个提纲 就是恩格斯自己说的 在那个在那个导演 这个前面那个前言里面 他说我后来发现了这个 等我写完了以后 发现了马克思的这个提纲 然后在这个清理马克思的这个笔记中 发现这个提纲 然后就把它以这个路德维希菲尔巴哈和德国哲学 古典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遗书的 复录的形式表现发表出来 就是以复录发表出来 这是第一次发表 那么在这个书的序言当中呢 恩格斯就称这份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可以说呢 这个阅读这个提纲啊 可以看到呢 他明确的删发了 1840年经济学手稿当中 所提出了这个 他的一些实践的一个基本规定 基本规定 一定的以这个实践的观点 来解答当时哲学所提出的主要问题的一些原则 就是说对于当时哲学提出的一些原则 他是怎么去解答的 怎么去解答的 那么这个原则我们看一看啊 所以虽然是一个原则性东西 我总是说 如果你不读懂马克思早期从他博士论文以来的所有的著作 你读不懂这一本提纲 你仅仅拿的提纲看的都是条文 不知道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看他哲学的发展过程了 以后你才会知道 哦 原来他的实践维吾主义 是他整个思想清理完成 从这个哲学的内容移到思维方式 已经清理完成了 最后他理定一个 我要叙叙新的世界观的时候 我应该以什么原则来叙述 以什么原则来叙述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 他在这个费尔巴哈提纲里面叙述他的世界观的 基本的原则有哪一些 就是他要做哪一些散法 做哪一些散法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个最经典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的引用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博士论文的考题都考过的 总是经常在考的 而总是考不好的一道题目 就是这个提纲的这个第一条 就是从前的一切维吾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 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 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费尔巴哈想要跟 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 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 但是他没有把能的活动本身 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 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 仅仅把理论的活动 看作是真正能的活动 而对于实践 则只是从他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 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 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那么在对于这一个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 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分一下 从马克思的哲学传统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我们从马克思的哲学传统来分析 在这个地方马克思主要针对的 就是一般的很多理解就说 他既批判唯物主义又批判唯心主义 不知道他的这个传统在哪儿 像马克思这主要讲的他虽然讲了有对维新主义的这样一个说明 说他不知道感性的内容 但是他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的哲学 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哲学 体现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决裂 我们讲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当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 马克思还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 整个受到他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影响 那么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就是在他完成了自己的思维变革以后 他就要对自己的这样一个思维传统做一个反思 这个反思是什么 他已经和黑格尔在1844年的这样一个经济学手稿的后面的批判当中 已经对黑格尔进行了这样一个批判 完成了对黑格尔的这样一个批判 那么他现在要完成了什么 他从费尔巴哈里面走出来 从费尔巴哈里面走出来 所以他表现了他与费尔巴哈的决裂 那么这样一个决裂也是对自己思想的亲历 所以马克思在这儿用了一个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一切唯物主义 然后后面有一个包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这是指的什么呢 他的时间唯物主义 首先是整个哲学史上 先前所有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 是吧 你看他第一句话讲的是吧 从前一切唯物主义 说明他的传统哲学传统是什么 唯物主义传统 而不是采取唯心主义的传统 是唯物主义传统 那么这样一个一切唯物主义传统 它的直截的起点是什么呢 是费尔巴哈 是费尔巴哈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讲的什么 这个词啊就指明了 他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是对先前所有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的一个变革 一个变革 所以这就意味着呢 他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 他是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 继承的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 继承的是唯物主义哲学传统 所以感性的能成为他的哲学的核心概念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他不是讲的精神能 首先他探讨的问题 这个我们在博士论文里面讲的 他讲的是感性的人如何可能的 所以这一个讲感性的人本身 不是说唯物主义传统 只讲这个外部世界 他包括对能的研究 这个里面就受到这个 费尔巴哈的这样一个影响 我们讲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什么 能本主义的唯物主义 所以他讲的是一个能的问题 那么马克思讲的能 他是种什么 感性活动的人 所以感性的人 或者能感性活动的人 所以这样就成为了他的一个 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所以你们看他后面讲的 是不是所有的围绕 感性的活动本身是什么 是吧 就是我这哲学研究 要切入进去研究的是什么 感性活动本身 我不是把感性活动 当作一种手段 当作一种外在的形式 而就是说 我们说任何一个哲学家 他要建立自己的哲学的时候 他有一些基本的范畴 也就是作为他基石性的范畴 这是他全部叙述的起点 如果说黑格尔把这个精神 作为他的全部范畴 马上是感性的人 所以这样成为他基础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我们从这个哲学传统看 我们看这一条是不是 始终都是围绕着感性的人展开的 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说明什么 就是说没有把感性的人 费尔巴哈的错误 也是这个维新主义发展 维新主义的缺陷 是因为他不知道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他不知道这个 而维吾主义呢 费尔巴哈呢 他也是没有理解 什么叫感性的活动 什么是感性的人的活动 所以以前的哲学的区别 它是维吾主义传统 但是它和所有前面哲学的区别呢 就是他要探讨感性的人 如果说这些人 只是把它当作一种 说明哲学的这样一个 范畴概念来借用的话 马克思可以说 是把这个概念来 作为他研究的对象 就是别人提出来 不是作为对象的东西 马克思作为对象 如果别人把这个东西 当作一个熟知的东西来讲 马克思就把它当作真知去讲 就是说从熟知当中进到真知 这是不是黑格尔提出的 一个哲学研究的一个路径 那么正是别人不知道的 表层的这个日常生活 被能不能忽略的东西 刚好是他哲学全部的一个起点 所以这样呢 他哲学就采取了 和以前哲学完全不同的路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通过他提出 感性的人的活动这个概念 所以他在讲 唯物主义的原则的时候 你看他说的主要的缺陷 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理解 而不是把它当作 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为什么说马克思 实践范畴是一个 这个它的起点范畴 但是你仅仅讲实践 你不能把马克思和其他的人 其他的哲学区分开来 这个实践的问题 早在亚里斯多德那儿 就提出来这个概念 但是你要怎么去理解呢 要把这个感性的 要把这个实践 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 就是你进到这一个范畴 你才知道它的全部内容 以及它的这样一个原则 那么这是它的通过这个确理 它的这个哲学的核心概念 来散发了自己的哲学传统 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 这是第一个方面 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 它对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继承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马克思 与以往的唯物主义的区别 究竟在哪些方面 既然它是唯物主义传统的这个继承 同时也是对唯物主义传统的变革 那么这个变革点 体现在哪些方面 那么从这一段话当中 从这一段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是认述了 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三个差别 我们来分析一下三个差别 第一个差别呢 首先是对实践的理解不同 对实践的理解不同 就是说在旧唯物主义那儿 实践是一个不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 是一个不具有哲学意义概念 即使菲尔巴哈提到实践 也从来没有把实践当做哲学的概念 去说明人的本质 而是把它说明 马克思不是说吗 他只是说人的本质是什么 理论活动才是人的本质 他并不把实践当做人的本质 这个上面我们看到 他说在基督教的本质当中 仅仅把理论的活动 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就是说仅仅把这个人的本质 人的活动仅仅归于理论 而没有理解实践 所以和这样一种方法不同 马克思是把这个新唯物主义 就是他自己称之为新唯物主义 是把实践作为一个哲学的概念 把实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并且把它放到哲学的首位 这就决定了这个新唯物主义 在哲学的一系列问题上 采取了与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态度 那么我们这儿讲把实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它所为什么要反映了它的不同的态度 和它的这个分流呢 如果实践是重属于理论的 是重属于理论的 它自身没有哲学概念 我们说实践是什么 人的现实生活本身 理论是什么 是一种思维 我可以从数学从几何学里面过来 是吧 所以你这个理论的东西 就说马克思现成批判 就说你们当着理论的东西 去说明现实东西 你可以用自然科学的很多思维方式 说明人的这样一个 说明现实的这个人的生活 那么这就是什么 到人之外的世界里面 去寻找说明人的原则 而否定了人本身的理性 但是相反 如果我把实践 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 我要说明什么 当我说实践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 我是要揭示 人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我要寻找的是一种什么 历史理性 而不是科学理性 就说你是用科学理性 来说明这个世界 还是从这个世界章当中 提炼出人的这个历史本性来 历史本性来 实际上这就是理论和实践 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路向 不同的路向 就是马克思提出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杉明这样一个路向 而这个路向后来被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发展 你看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时候 包括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 首先讲什么 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而且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 它有一个如何走向现实的问题 如何走向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普遍性 但是这个普遍性和实践的这个关系问题 在理论和实践关系有一个什么呢 我是用这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来说明我的现实 还是说从我抽象这个现实当中 去揭示你这个现成社会的这样一个原则 这样一个原则 这就是这个如果落实到我们中国来 我们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一个根本点 就是你是从实践揭示中国的这样一个规律 中国革命的规律 还是我以外面的这个规律来说明 这个我在研究这个曲秋白的思想的时候 我就感到他和这个毛泽东思想的一个 很深刻的一个差别 就是在对待理论和实践的态度上 曲秋白借鉴的也研究了 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功能阶级的状况 分析了这个中国社会的阶级 分析了这个中国革命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中国的农民问题他都分析了 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分析呢 他是用列宁的理论来分析的 因为列宁在分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特别在晚年 他特别提出了这个东方的国家的革命要分两步 他没有提出这个概念 他分两步 他说一个呢 首先这个新民主 就是这个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就是民主主义革命呢 他必须要由这个无产阶级来完成 为什么他分析了这个俄国的这样一个落后状况 那么他提出了这个概念 那么居久百他的思想缺乏原创性 他就是用这个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问题 所以他找不到中国的现实道路 他以为还可以通过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革命 起义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而毛泽东也是分析农民问题 他们同样都面对农民问题 但是毛泽东不是从这个 列宁的这样一个 列宁的现成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问题 而是从中国的实践当中 从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当中 提出了这个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 因为你这个分析农民问题 是任何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必须面对的问题 你不解决农民问题 不解决土地革命问题 你就不能完成你的这样一个革命 不能实现你的这样一个更高级的革命 所以你要有一个 所以为什么你们这里面都可能有 有共产党员和申请入党的 那么党安里面 原来的这个旧的党安里面 就是以前的这个党安那时候 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为什么 就是你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 你必须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如果你是一个法达的国家 你可能不会提出这种纲领来 为什么会有两种 就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就是因为你是要有一个 要精力就要完成资产阶级 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革命任务 资产阶级不能完成的革命任务 就是民主主义的任务 你必须要完成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就有一个 如何面对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理论和实践关系 所以这个实际上 在这个当中理解 那么这个问题的 在哲学上认识的方法认的意义 就是要从实践本身 抽象出它的规律来 抽象出它的原则来 而不是从外面强加为原则的问题 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 当它面向现实去研究现实问题 提炼出一个新的原则的时候 它一定要把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提出来 并且要把实践上升为一个哲学的范畴 来说明现成的社会 这就像马克思在批判 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 说你那个工业 应该到工业化的时代去理解 所以你讲的工业 应该是工业化时代的工业 而不能讲前工业把所有的工业概念 混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那样一个非机器生产的 那样一种非工业化时期的那样一个工业 那个工业是对我们的研究进入现代社会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它就提出我研究实践的时候 我的原则是什么 我从哪儿去找它的本质 实际上它就是对这个哲学的这个研究的前提的一个清理 那么正是在这一点上 所以你们看这一条 马克思始终是围绕这个实践 就是说你不懂得实践 你不知道怎么从实践去进到这个社会的本质的研究当中去 研究当中去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马克思在这儿 就是因为强调了实践概念 把实践概念作为 只放到哲学的首要地位 这就决定了它的这个观点和就为物主义 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